你要幾個東西 你要幾個 然後呢我自動幫你累加 最後會有個金額對不對 那 另外還有一個 那我幫你做個折扣好了 那你想說折扣 比如說這個是 假設是19萬8 好我去尾數好了 去8000 可是問題你有沒有這個權限呢 其實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要更改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權限了 因為不能任意更改 你只能改哪些呢 這個可以改 這個可以改 白色區域是可以變更的 除此以外不能變更 為什麼 因為也是被保護住了 如何保護你的工作表 那你想說 如果比較聰明的人 他馬上知道說 原來你是在教育裡面 設了一個什麼 保護工作表 他原來是保護工作表 可是如果你已經有設保護的話 會出現的是取消保護 那當然聰明的人 會先試試看 取消看看 不過 如果你忘了加密碼 一取消 你的公式 跟你的保護 全部都消失了 但是如果你加了密碼的話 就會跳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我要輸入密碼 可能他亂試 按確定 密碼不符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知道 到底密碼是多少 可是就有同學 他試了很久 他還是不行 而且是他自己設計的 他忘記了 他跑來問我 我想說你都忘記了 我怎麼會知道呢 所以 當然 也有一些 比較黑暗的方式 可以把它破解 不過 有些黑暗的東西 盡量我們上課 不要講這種黑暗的東西 因為 這種東西 不鼓勵 對不對 如果什麼東西都破解 經由破解去取得別人的智慧財產 那 這樣當然也不是好方法 就感覺好像不是那麼OK 不過後來有同學試了一個方式 他發現真的就破解掉了 就是把Excel這個檔案 傳到雲端上Google 轉成Google試算表 再下載下來 保護就消失了 前提是什麼 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因為轉換之後 他試算表裡面沒有這個保護的功能 所以他會怎麼樣 把那個功能給消 把它取消掉 那就 沒有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方法我試過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真的密碼就消失 你下載下來了 Excel檔 他的保護真的就消失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輸入完之後 也是保護了 那我們當然有個關鍵 就是輸入完之後 你總不能輸入完就算了 你會有下個訂單會進來 所以怎麼樣 你需要有一個功能 新增資料 什麼意思呢 把這個訂單的資料 幫你存到銷貨明細 新增一筆 紀錄進來 新增完之後呢 再幫你把舊的給刪除 單號怎麼樣 自動幫你加一 這樣子不就感覺有點像 進銷存系統 當然也是真如此 其實有時候很多人會問我說 那個進銷存系統去哪邊買 其實買的都不合用 為什麼跟你的工作流程 絕對都不一樣 怎麼辦 你要不用的很憋 要不你就重新寫 可是你重新寫 太小的案子 沒有人要接 你也付不起這個費用 所以怎麼辦 其實你用Excel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範例的話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要達到輸入自動化 並且可以把你輸入的結果怎樣 按下一個按鍵 自動幫你存在這邊的最下面一筆 存完之後呢 再回來這邊 幫你把舊資料刪掉 清空喔 再把單號加一 就下一個訂單 這怎麼做呢 我按下去給各位看 新增 消失對不對 單號有沒有加一 有嘛 加一對不對 明細有沒有一筆 31 有吧 對不對 那這樣的感覺其實就還蠻好的 也就是你沒有不需要資料庫 這個就資料庫了 然後呢 它也會自動化 也就是你以前要寫很多事情 全部都可以自己做 而且將來你的欄位變更 也都可以自己動手改一下就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等一下 我們按部就班把重點先講一下 然後請各位先把這個檔案先打開 那等一下我們來按部就班 一個一個輸入自動化完成之後 再來看如何把這個新增資料的部分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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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